第111集 绍商回到长丘宫的确没挨骂,不过对着皇后自责的眼神,想想还不如被骂一顿呢。 皇后当面没说什么,不过第二天起身眼睛都红肿了,她想绍商早晨出门时还活蹦乱跳的。 怎么回来时就成这样了,若飞玲不宜救命及时,岂不是送了小命? 绍商觉得自己很冤,这趟差事本来是很安全的。 梁府不是龙坛虎穴,陵不宜又追加了一堆战力爆棚的侍卫在书炉外面,这种安保层级。 天晓得梁霞那蠢货会苟急跳墙。 为了转移皇后的注意力,绍商只好赶紧叫人去东宫请来太子与太子妃。 自从那天被太子当面打脸之后,太子妃老实了不少。 哪怕是自家堂凶出了事,她也不敢出面奔走,一直缩在东宫当安纯。 此时她坐在绍商身旁,美口地夸赞,她聪明能干,短短三日就将一桩凶暗查得清清楚楚。 是啊,居然才三天。 绍商也有些感慨,没想到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才能。 没等太子妃夸两句,林不宜就匆匆赶来,对着绍商当头就是一句,你又想干什么? 开场罗都还没敲,审查办的人就来了。 绍商没好气道,关你什么事? 不关我的事? 林不宜哼了一声,若不是我,你还能好端端地坐在这里。 少商无力,最初你救了我的命,总说不用放在心上的,一派不计得失的侠士风采。 怎么现在张口就提啊? 皇后和太子倾笑起来,太子妃有些酸溜溜的。 林不宜俊木含笑,以前我以为你心里有数,自然嘴上说得好听。 如今我才知道你是个要点播的。 那次楼家宴席见戏,她与少商在花树家道相会,彼时她刚对她有数次相救相助之恩。 结果女孩依旧还是听到威胁,才肯相见。 想到此处,她不免有些咬牙,认谁对你多好,你想装傻时就装傻,还是时时耳提灭命的好。 少商似乎也想到了这事,软蓉蓉的小脸微微发红,好声好气道,怎么会呢? 你救了我这么多次,我想忘也忘不掉啊。 林不宜被女孩亮晶晶的眼睛晃得心口发热,掩饰得轻咳一声,罢了。 以后,慢慢说,太子忍无可忍,明知道她婚姻不邪,还让她看这一幕,这俩是存心的吗? 于是板脸道,少商,你究竟找姑来何事? 什么事? 少商呆着一瞬,赶紧回神,哦,其实妾今日是有件礼物要赠予太子妃。 太子妃一愣,哦,少商从袖中取出一物,十分恭敬地双手奉上。 众人凝目,却见是一小块雪白的灵断。 太子妃的脸色立刻白了,太子与灵不宜互看一眼。 皇后不解,这是何意? 少商笑吟吟地对太子道,太子殿下,您知道太子妃常给屈夫人赐下东西吗? 太子点点头,姑知道,她看了太子妃一眼,不过姑以为是太子妃贤得。 少商又看向灵不宜,你也知道吧? 灵不宜沉着脸色,我也知道,差不多每年要送一回。 不过,我以为太子妃是为了向太子示好,她已经有些猜到了。 少商呵呵一笑,大家都知道是太子妃送的,可偏偏屈夫人不知道,梁府众人不知道。 他们都以为是那些赏赐是太子搬下的,为的是旧情难忘。 太子啪哒一声打翻了九支,师声道,这是怎么说的? 姑以十年没有灵君的音讯。 少商冷声道,妾在娶夫人的婢女处见到了这幅灵段。 那婢女说,这回娶夫人又受粮上殴打。 就是因为这幅太子赐下的灵段。 我觉得好生奇怪,这灵段明明是前些日子荆州刚供上来的岁鹤。 娘娘将头一份赏赐给了太子妃,其余的还在我那没动呢。 于是,我细细盘问,这才知道太子妃做下的好事。 她做了什么? 太子发生艰难。 少商妇气道,还能做什么? 用阴丝伎俩害人呗。 在太子和娘娘面前,做的一副贤良淑德的样子,等到了河东良家。 送礼的小皇门,就假作是太子派去的人,当着他们夫妇的面胡说八道。 什么殿下近日偶感风寒,病中甚是惦念夫人,什么殿下长叹息,再无人能为之音。 还见赏些亲密之物,去年是金丝良席,明年就是轻欲诊。 哦,这回太子妃赏的,就是这种用来做礼仪的灵断。 她指着那一小块的雪白布料。 绝无此事。 是驱灵君陷害我。 她如今做了寡妇,就开始算计起东宫妃位了。 她这是居心叵测,痴心妄想。 太子妃尖声叫道,灵不宜淡淡道,要查清原委也不难,将那些给屈夫人送东西的奴婢捉起来,依审便知。 太子妃汗水层层而下,欲便无言。 太子面色苍白,指尖发颤,看向妻子的目光,冰冷而失望。 难怪,难怪那日灵君对姑说,以后莫要再惦念她了,故当时还不明所以。 太子妃痛哭出声,趴在地上连声告扰。 皇后也想明白了前后因果,气得身子摇摇欲坠。 少商一拍案紧,大怒道,我说,怎么一直觉得奇怪呢? 屈夫人明明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人,怎么会一忍数年? 那婢女还说了,屈夫人曾托去赏赐的人给太子送信。 想来信中,是要告太子不要再送东西了。 哼哼,估计这些信都落到太子妃手里了吧? 我都问清楚了,屈夫人出嫁不久,赏赐就到了河东。 送礼之人言语间不清不楚,送的东西又引人瑕疵。 屈夫人当时应是对新婚郎婿有些歉意,才忍了下来。 没过几年,她终于明白那梁上就是个牲口,不能坐以待毙,这才招了舞弊防身。 其实这些年,梁上已经消停了,谁知前几日,太子妃又送东西去挑拨。 屈夫人猝不及防,便又挨了梁上几下。 太子妃心中怨毒,冲着少商大喊道, 我与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何要说这些? 我与太子夫妻十年了,你非要来害我! 让太子和娘娘伤心,与你有什么好处? 哎呀!前几日,太子妃还威吓我,说将来,做了皇后之后要对我怎样怎样,如今又说有什么冤仇了。 真是可笑之至。 少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激潮,然后转头,向太子道。 殿下,妾也知道屈夫人的案子才了结。 东宫此时不宜有什么举措,不过太子妃如此行径,屈夫人也太可怜了。 这样吧,您不如先打太子妃几顿,我那儿有鞭子。 哎,你知道我做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灵不宜听不下去了,轻巧地拎上未婚妻,连拖带拉往殿外走去。 一直走到偏殿侧旁的庭院中,她才放开手。 你干嘛把我拖出来?太子妃这么可恶,难道不该趁着机会狠狠收拾她? 少商扯回自己的袖子,愤愤然道。 说到底,这是太子家事,你我再亲近,也不该过多掺火。 难道就让孙氏继续当太子妃? 少商无法苟同,这女人无才无德,卑劣狭隘,若是还能安然无恙,也太没天理了。 灵不宜沉声道,孙氏的确不堪留在东宫,但这时不能动她。 先让她去养病吧,过个一年半载再料理她。 少商是才张牙舞爪,此时听出未婚夫话中森冷之意,色缩了下。 哎,我觉得废了就好。 难道你要,让她病逝? 灵不宜温柔地揉揉她的头,傻孩子,像孙氏这样是名利如性命的人,她宁肯死了,也不愿被废了。 少商沉默良久,才道,这么多年了,你就没发觉她送去河东的东西不妥。 灵不宜苦笑一声,十年前我才几岁,后来也习以为常了,从没料到太子妃心胸狭隘至此。 对驱灵君的怨恨,竟能延绵十年不休。 少商拍拍她,也不能怪你。 这种事一般人想不到,毕竟娶夫人都远嫁河东了,太子妃都大获全胜了,何必还耿耿于怀? 尽管被你疏忽的事情,最终被我察觉了,但你一点都不用往心里去,真的,这是不能怪你。 灵不宜笑了起来,伸手欲去拧她的小脸,你去照照镜子,一派小人得志。 少商瞪眼道,我是小人,那你是什么?喜欢小人的人? 少商转怒为喜,焉然而笑,灵不宜拉着女孩的小手,提议去前遍园林中看梅树,边走边道,太子妃浅薄无知。 而驱灵君聪慧果敢,于时局的见识不逊于哪儿? 然而,太子妃却害足了驱世十年,若非这回被你揭破,恐怕驱世至今还不得而知。 哎,可见这世上什么人都不能轻视。 是不是太子一直对娶夫人念念不忘,太子妃才这么不依不饶的呀? 少商皱眉,灵不宜摇头道,太子殿下为人虽温善,但不是藕断丝连之人。 他当初是诚心诚意要和太子妃好好过日子的,谁知所欲非人。 少商对太子肃然起敬,是啊。 太子人是蛮好的。 我听翟傲说,你小时候有一年的龙冬,随必下去,屠高山行列时,不慎跌落山泉。 还是太子跳进去,把你捞上来的呢? 灵不宜随口道,是啊,游记得那时水寒刺骨。 不过,他侧手一笑,这是若轮到你身上,你当如何? 少商眼珠一转,若是非得嫁进梁家,那我就嫁给梁周牧。 爱打女人的窝囊费和老阿伯,那还是后者吧。 昨日梁周牧那三件多威风啊? 恐怕不成。 十年前,梁周牧的夫人还没过世呢。 灵不宜冷着脸,而且我问的是若你是太子该如何,不是问你若是屈是该如何。 少商失笑,若我是太子,那还用说吗? 就太子妃那点伎俩,能瞒过我? 哎,等一下,我怎么听说梁周牧的夫人很早很早就过世了。 那是原配的娶夫人,前些年过世的续贤夫人。 嘖嘖,这梁周牧也是个没有期运的,死了一个又一个,她还是老老实实的孤独终老吧。 灵不宜的脸上难得浮起疑难之色,少商,如今梁上死了,太子妃也到头了。 你说屈灵君与太子殿下会不会?会不会破镜重圆? 当然会。 少商斩钉截铁,灵不宜扬了扬眉,事已不解。 少商一脸笃定,回去我就手疏一寒,将太子妃的骇人伎俩原原本本地告诉屈夫人。 足足十年的陷害呢,哪怕为了出口气,屈夫人也得杀回东宫不可。 到时让太子妃看着昔日仇敌高高在上,那才解气呢。 灵不宜将信将疑。 数日后,娶灵君的父兄终于带着人马赶来了。 要说他们的命是真好,当初抚文恶号时忧心如焚,结果一到都城。 听见街头巷尾传扬的都是屈夫人真可怜,梁氏兄弟争夺家主之位,他却无辜受牵连。 或者是梁家铁为百年士族,子孙却如此不孝云云。 当日梁霞受诸时,里里外外至少为了两百多人,除了梁氏族人,还有一半是殷亲故交。 这些老油饼都通透得很,故意不加约束,任由奴婢家丁将当日所见传扬出去。 新闻取代旧闻,此时已无人再质疑取夫人品性,更无人议论太子了。 又过了两日,少商收到屈灵君的一封亲笔信函,读完后,他一时压抑到不能言语。 灵不宜拿着信函,好笑地看了女孩一眼,你一句都没说中。 梁周牧不会孤独终老,屈灵君也不会杀回东宫。 少商呵呵干笑两声。 信中内容很简单,就三件事,先向少商道谢,这几日尽心为他洗脱冤情。 又说,此时狼狈不能自顾,这恩情他铭记心中,其次是梁周牧已得了陛下的恩旨。 不日启程回驻地,继续做周牧大人,读到这里,少商已有些微妙了。 前几日你还想从梁家脱身呢,梁老伯父不赴任,跟你的小寡妇有什么关系? 最后才上抱锤。 屈灵君说,经过梁屈梁家共同商议,他即将嫁给梁周牧了。 此时风口浪尖,不宜张扬,等到任后再行婚姨。 没错,像何昭君一样,他也要热笑成婚了。 少商神情呆滞,心头一片茫然。 这,这是从何说起? 林不宜把信慢慢放回树有紧绳的精致七木寒中。 少商又道,我以为婿娶兄弟的寡妇,这是乡也才有的事。 为了子嗣抚养,以及避免财产分割,这种事在民间倒是不少,不过是族中嘛。 林不宜一言不发。 少商继续道,梁周牧都四十七了,娶夫人才二十六啊。 林不宜依依旧垂结不语。 少商用一根细细的手指去点她的脸颊,林不宜反手捏住她细柔的后颈。 像柔捏小猫咪一样团来团去,少商扭动着,奋力震开她的大掌。 林不宜微笑道,梁驱两家不欲声张,可太子还是应当知道的。 现在,谁去说,怎么说? 少商的视线在林不宜脸上转了两转,然后挪开卸作。 用肢体语言表明,这个烫手的山芋她肯定是不接的。 林不宜一时玩耳。 之后,也不知林不宜是怎么跟太子说的,只听说太子纵马时不慎跌落,只好握太阳腿。 而由于之前太子妃就被关入幽居养病了,皇后只能亲自过问太子的伤情。 从东宫回来后,皇后情绪低落,少商问她有何不快。 她答约,太子终是做错了,不是错在恪守婚约,而是错在始终没看出太子妃的歹毒为人。 少商宽慰道,枕边人吗?哪有那么容易看清的呀? 皇后笑得无奈,可她是储君啊,未来的君主,怎能不会看人? 少商道,话不能这么说。 当年始皇帝不也没看出赵高的橙色吗? 还当她是忠心厚道的老奴仆呢? 结果始皇帝一厌弃,赵高就变着花样的做起乱来。 始皇帝何等本事,不也看走眼了吗? 娘娘不要苛责太子了。 是啊。 皇后微笑中带着些哀伤,所以使皇帝的基业二世而亡了呀。 少商想了想,她觉得秦灭亡原因很复杂,不能全算在几个人身上,于是继续宽慰皇后。 娘娘,吃一欠掌一掷,经过这事,太子以后会知道怎么看人的。 皇后看女孩这福气而不舍的样子,温柔地摸她的头发,但愿如你所愿罢。 两日后,少商特意甩开林步仪去给驱灵军送行。 城外十里亭旁,梁区两家的车队庞大漫长,来送行之人也不少。 众人中,有一位面目与驱灵军有几分相似的老者,站在送行亭旁,与韩大将军说话。 一位同样相似的中年,则随是一旁,三人不时发出笑声。 驱灵军看看他们,转头对少商道,家父家兄和我们一起去周牧大人的任上。 顺便为我筹办婚仪。 少商忍不住问道,你究竟为何要嫁? 他顿住了,换一种问法,太子殿下他,他又顿住了。 不知该怎么说下去。 曲灵军微微一笑,虽是身着重笑,却依旧言若昭霞,明艳不可方物。 我以为殿下惦记了我十年,虽常常为此忧心,但也时有暗喜。 谁知道,他十年前就决意忘记我了,倒显得我这些年的计较十分可笑了。 君记无心我便修,我与太子,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少商知道他说的对,只能长叹一声,那也不必嫁梁周牧啊,他毕竟年岁已长。 夫人青春正茂啊。 曲灵军微笑道,你是聪明人,你仔细想想,其实不论对梁区梁家,还是对我的孩们。 我嫁给周牧大人都是最妥当的,少商又无话了。 那边乡,曲灵军的一双孩,穿着小小的笑衣,由父母和婢女跟着跑来跑去。 倒向比亲爹活着时更高兴。 他们一路跑到正与于侯说话的梁无忌身旁,一个抱腿,一个扯秀,嬉笑不知忧愁。 梁无忌年纪虽不小,但屡历甚强,他一边一个抱起两个孩儿,让这儿拱着小手给于侯作衣。 逗得于侯哈哈大笑。 曲灵军和少商看了一会儿,他道,周牧大人可怜,疑是英雄,可他年近半百,却膝下游空。 我的孩儿也可怜,有父不如无父。 以后,我会好好服侍大人,他会照看我的孩儿。 这样,大家都好。 少商若有所悟,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有些人为了自己而活,有些人为了家族孩子而活。 其实从这方面来说,曲灵军与梁无忌倒是取向一致。 林立去前,少商回头望了一眼,看见梁无忌丹西跪在地上,摘些枯草编起了孤儿鸟。 两个志同亲密地挨在他身旁,看得聚精会神。 他忽然觉得,这样也不坏。 本集完。